提到校园霸凌 可能很多人会第一个想到 先前新闻闹得很大的桃园巴德国中 而教育部今天在各地同步发起的 反霸凌运动 本来也指定巴德国中作为示范学校 但是桃园县教育局长表示 无法认同这样的做法 认为不应该把某一家学校贴上标签 不断地在伤口上面撒盐 这位局长甚至还不惜辞职抗议 教育部今天赶快澄清说 这只是一场误会 教育部尊重地方政府的决定 今天没有安排到巴德国中去示范 16号上午8点8分 全国中小学共同宣誓反霸凌 各县市也有一所自选的示范学校 不过有消息传出 教育部原本指定巴德国中 作为桃园的示范学校 让桃园县教育局长吴振达很不满 教育部他本来要派都学 到某一个特定学校去示范 我们不是没有做 我们有做 只是说不希望他针对某一个国中去 去视察 然后给他标签化 不想巴德再度被标签化 吴振达原本还想以词官来表达抗议 不过教育部澄清是误会一场 认为应该不会 但是有他们地方的人员 有认为有这种疑虑 让我们就尊重地方政府的景点 结果巴德国中的反霸凌活动现场 没有教育部也没有教育局官员 完全按照自己的流程进行 代理校长戴继鸣说 不清楚这整件事只强调 发生霸凌事件后的这一个多月 巴德已经恢复平静 一心直向低调的校方 原本不愿意让媒体入内采访 大部分的孩子面对镜头时 也选择不发言 这所引发全国关注霸凌问题的学校 虽然不希望再成为外界焦点 但关键还是落实反霸凌 学生才能安心学习 记者综合报道